今天为止 2020年算是彻底翻篇了 然而 2020年不是最糟 2021年只会更糟 因为另外一个500年前的法国知名预言家 诺查·丹玛斯 早在其预言书《百诗集》或者称《诸事集》中 已经预测到 疫情未了的世界 将在2021年承受更多更深的苦难 而对于大多数的中国人而言 可能会更加的关心 这个数百年来都被人反复提起的著名预言家 关于中国的预测 因为迅速崛起的中国 已经成为了今年来全球最热的话题之一 诞言封业路 首先 这位曾经一度造成洛阳纸贵的预言诗人 并非铁口神算 他曾写下这样的诗句 1999之年 七之月上 恐怖大王从天而降 至时安格鲁默尔大王复活 这期间 马尔斯将借幸福之名统治四方 这是他所有预言诗中 唯一一首开列了具体时间点的末日预言 众所周知 1999年除了这首诗所造成的恐慌之外 世界啥事儿没有 由于他的四行尸体 天马行轰 灰色难懂 神秘而模糊 所以让预言的准确性也大打折扣 先有证据的支撑 基本上得靠学者们的穿枣府会才行 因此 目前广泛流传的 关于他对2021年的预测 也肯定少不了有心人士的 添油加醋 煽风点火 例如2021年里 年轻人死了一半 更大的麻烦已经准备好了 僵尸 彗星 灾荒 地震 太阳风暴 等等等等 都是传统现象 加上惊悚解读的老派玩法 只是 植入晶片的超级士兵的想法 有些意思 毕竟 因为今年八月 我曾经连续八期视频中 提到的奇人马斯克 终于实现了 长达四年研究的 脑机对接的梦想 所以 这次预言 属于先有机 后有弹 还是先有弹 后有机 就不得而知了 精心半浮化 在诺查丹玛斯的 一千两百篇四行诗 也就是预言里 有一首关于中国的未来预言 比较生动和形象 直白而具体 他这么说道 苏格兰领导者 与六个德国人 会被东方舰船俘虏 穿过直布罗陀和西班牙 他们被带到波斯国的恐怖新亡 面前 众所周知 今天的中国已经不可同日而语 而西方的学者们 尤其喜欢把诗中的东方大国直接理解成为中国 这与时下流行的中国威胁论 如出一辙 这首诗的画面感相当的浅显 由于东方大国的入侵 英国统治者及其盟友 仓皇接战而被俘 经由地中海地区 被押解到了中东的伊朗 寒藏四国师 需要新闻特别解释一下的 就是现在的欧盟 因为刚刚完成和英国的离婚 所以基本上已经被老牌帝国 德国所把持住了 且不说一枝独秀的德国总理默克尔 就连现任的欧盟委员会主席都是德国人 这个冯德·莱恩 不仅和默克尔一样 都是基民盟的党员 更就任过德国国防部长 履历相当的完整 而且非常的彪悍 所以苏格兰领导者 与六个德国人的说法 毫不违和 而伊朗在五百多年前 被外界统称为波斯 就在前不久 也就是2020年7月 中国和伊朗低调达成了一份 长达25年的全面合作协议 以加强两国在经济和军事领域的合作 铁哥们的关系更进了一步 而且现在的中国已经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海军 总作战力量为350艘水面舰艇和潜艇 武统台湾的实力 不仅戳戳有余 就连五百年前的诺查·丹玛斯的预言 也犹如神必马良般 悦然纸面上了 无论如何 新年一时 新闻只想在这里说 我愿春风展清心 两岸和睦一家亲 祝愿各位新闻频道的旧与新知 2021年春风得意 健康第一